好了好了 公公你去饶了我 你别笑了 你这笑的都够十五个人 看半个月了 快看看吧 要不然今天选址的事 不搁抢了 赶紧把他看看 怎么样 那个程老头说的话 你真相信 我信吧 人都说到这份上了 其实就算程老爷爷 他直接提出来 我也没认识 没法拒绝 你信 你信才怪呢 算了 换个地说话吧 这就看完了 程叔叔这个人 是我自幼便常见的 看着粗鲁 可坏主意多着呢 平日你嘻嘻哈哈的 可说到带兵布阵 那是谁也不服 怎么会拉下脸面 求你个矛头小子 教他们成家的人呢 谁知道呢 一块儿交吧 管他呢 你说程爷爷这个 程天就知道 装这弄鬼的 他一直就这样吗 程叔叔这个人 倒也不至于那么不堪 沙场老将了 伺毁前程的事 是肯定不会做的 你怎么拿着他干嘛呀 我这不是想试试水 有多深吗 我看这边小河不错呀 要是将来 能扩建成作坊的话 这水可就有动了 水之不错 要是能想办法 引到作坊里边就好了 就是可怜了加油的人哪 这水可就不行喽 你对这儿满不满意啊 我不懂 满不满意了你说了算 也不懂你来看什么呀 你不找几个懂的人来看看 找着呢哪有这么快 再说了 谁说不懂就不能来看 我要是今天不来 我就错过这出好戏了 你是来看热闹的吧 走走 我们上那边看看 这里风景不错吧 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喜欢的不想说话 不想说话 那就唱首歌吧 会吗 你若会唱 就唱一首吧 反正也没有外人 我不笑话你 你笑不笑话也无所谓 对 到这儿来无非就是想喉两嗓子 好不好听的先不说 就想发泄一下 能不能让我 陪着你走 既然你说 留不住你 回去的路 有些黑暗 有些黑暗 不想让你 一个人走 我想是因为我 不够温柔 不能分担 你的忧愁 未来的路 有些坎坷 就把遗憾 放在心中 把我的悲伤 留给自己 你的美丽 让你带走 我想我可以 忍住悲伤 可不可以 你也会想起我 怎么了 还掉了眼泪 我看看 你今年多大了 老头小子过瘾老寡妇是不是 看来这流行歌曲 还挺有杀伤力的 就连唐朝寡妇都受不了 我也就是随便唱唱 哪里有勾引啊 你笑什么 笑寡妇发春啊 把我弄成这个模样 你就开心了是不是 我可从来没有考虑过 你是不是寡妇 我是真心对你有好感 真真的 一点不骗我自己 你呢 我怎么觉得你心里 倒是庆幸我这个寡妇身份 我要是姑娘家 你敢这样吗 你敢这样吗 要是缠上了 看你说话还能说得这么气场 还是寡妇好啊 占完便宜扭身就走 多奔妥 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讲良心呢 我要是想占你便宜 我不早就跟你那啥了 还磨蹭什么呀 一点都不知好歹 要不怎么说你傻呢 早早占了便宜早早了断 拖到现在 怕是占了便宜心里也割舍不下了 我也真是的 让你个唱小曲的弄得五迷三道的 守了这么多年 被你个矛头小的了不成这样 你可真是害人害己 不管 先前咱们俩的约定都不许变 咱们今天到这儿到底干嘛来了 你放心吧 误不了事 再说了 你今天来 吴飞也不就是想见见我吗 你都不带工匠 画什么逆皮呀 那你不会画吗 说得头头是道 我不是都骗人的吧 还是带个工匠来看看比较好吗 再怎么说人家也比我有经验多了 见作坊这么大个事 多个人多份意见多份保险 也是 你才多大 嗯 长得一点都不招人讨 骗女人倒是再好 也好 把话说出来 心里就舒服多了 对 你才把我帮我帮你 我说话 还不成功 我来 你才能处理你 我心里就能处理你 你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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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一下 您 这个 今天一路奔波 我跟公主两人都累坏了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夫人今天想不也很辛苦嘛 不如先回去歇息 我跟公主再商量一下 造调的事情 今天选择可顺利 还好啊 又别招凶的事情了 别提了 我今天又受了一个学生 先不说这个了 我先跟公主说了一下正事 稍后为您奉上点心 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看啊 这文章满偏满幅的 也没有个断句 看起来很不方便 断句 你看啊 在这儿 画一个这样的符号 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说 这句话还没说完 先断一下 再看这个 在这儿再画上这样一个符号 也就是代表 这句话已经说完了 再往后面说呢 就是另一件事了 此事甚好 快与我仔细说说 到底还有多少种符号 来 你先坐下 来 您说 还有 夫人 您找我 前管家 让厨房准备一些小点 送去书房 给公主和侯爷垫垫肚子 小侯爷说 今日又收了一个学生 可是得招兄 是 晚饭准备得丰富一些 蓝宁公主可能会留下来吃晚饭 这大唐的皇族嘴叼着呢 咱可不动叼了侯爷府的脸 是 现在呢一共是二十个光粮 然后我们现在要拆掉四周 基本上就是这四周要先拆掉 然后把上面的瓦也掀了 好吧 然后我们在这再地上四根梁子 然后再把外边这个 把这个地砖如果我铺好了 铺平了 差不多 基本上就按这个沿途来吧 在建筑里面上 丑洞桥 是吧 丑洞桥 把这整个所有 上面的 你穿错了 假装才能有快乐 擦上一层颜值也宝美 一声感恩而知听前的变动 妄想通你画发的心作飞 你说所有司徒自受自己穿藏伤悲 血肉可以彻底忘记谁 你说过我不记会说别后悔了才会 下方释放的把你追回 你刷孤独是事人应该却有了体会 谁可他人就该用伤悲 我意思说我意思浪浪的死 你 臭死了怎么回事 跟这些妖烂的竹子 还有那些纸浆水打交的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不但臭 而且还非常撕眼睛 啊 我的眼睛啊 想来我就心酸啊 你说那些读书人 有几个知道他们每天用的那些纸杖 都是出自这些大字不实的憨子 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 从明日起 造纸坊的所有工人放大架 你和几位骨干一起进行改革实验 工作这方面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们都很有信心 这个成功指日可待啊 那便好 稍后你做什么 我 还有足球赛的事啊 那个那个 发露水那个作坊 哎呀都等着我去忙呢 真的 吴俊 子哥不来这么晚 嗯 吃了吗 吃吃了 怎么了啊 吴晨队啊 这个蓝林公主啊 天天在造势作坊对我进行脑力压榨 还有马上就要举行那个四家足球邀请赛 还有滑入水作坊的事 哎呀真是忙得我 夫君我是日夜操劳 腰酸背腾 口干舌燥 两眼发指 伴有老年性痴呆 提前发作的前兆啊 那 造纸作坊那边顺不顺利啊 还好啊 幸亏蓝林公主听我的 还找了几个有经验的监工来帮忙 帮我分担了不少事 哦 那夫君不要烦恼 所谓万事开头难吗 哎呀 过几天这个足球又要开赛了 这一屁股事都还没弄完呢 实际都不说了 最烦心的是我教那俩学生 秦宇还行 这个程初虎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跟他说话就像春风灌驴儿似的 你说打他吧 他不疼 骂他他又不理你 把他说急了吧 他还要还手呢 啊 我真是怕他都归西了 哎 夫君可别乱说话啊 大不了咱不交谈了 哎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最近太忙 拥落了你个二女 你们俩别见过呀啊 知道夫君在外辛苦了 我们怎么会有怨言呢 今天男的贡献 不如 让我先小小的补偿夫人一下 我夫老齐了还害羞呢 夫君 拿去 拿去 今天 帮你们俩搭架 随我去兰陵的府上看一下造纸作法 也学习一下你们平时用的那些纸张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学问很多呀 好啊 不去 造纸有什么好看的 要是去兰陵公主的园子里边去玩玩嘛 知道吗 不行 不去我就去你家家访 我跟程爷爷好好商量一下怎么促进你学业进步的方法 去 都去 都去 都去你就家访 你还不如一府那批子我得了 不带这么气氛 好啊 好吗 不好意思公主 我们来晚了 公主 什么 无妨 介绍一下 这是公部的官员李氏 听说了造纸坊改良的工艺后 特地来参观的 久闻王修王子豪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非泛泛之辈 哪里哪里 小侯爷 告尾都来了 哦 来了来了 认认识不 怎么样了 有叛徒 比珠子劲道多了 成不成啊 只能看做出来的情形 哦 那这样 你多拿一些来 在木板上晾杆 各种办法我们都试试好吧 我这就去 好 诚兄 麻烦你俩到里边拿两张椅子出来 我们就在外面坐吧 里边味太大了 行行行 这不方便是吧 好了 看自豪从容淡定之事 想必已成竹在胸了吧 装的 装的 别被他外表骗了 你肚子坏出了 成竹给我讲了呀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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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各位师傅 不敢 不敢 我来人在这里谢谢大家 不敢 不敢 谢谢你们为我大唐历下的不适工需 你都别客气了 才认识吧 你这味不对啊 这 小屋爷 现在怎么办 你把各种纸都拿出来 我们一会儿评判一下 最后选出一种最好的咱们准备开工 好 我这就去了 那四号得出好事了 你糟蹋东西 你 我靠 终于可以用上符合标准的手指了 四号兄 你在这独自乐什么的 你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是 你们先乐着 我先请喝一泡 我不是乐了吗 这几个人呢 我让他们各自去忙了 瑞师傅 一会儿把这种也加进去 好嘞 好 为什么要加这个进去 依我看这种纸过于柔软 根本不适合书写用 摸摸摸摸 怎么样 摸着倒是挺舒服的 柔软一点 可是纸是用来书写的 有写用的 光摸着出来 这个理由怕是不太充分的 谁也不能每天买了纸 回家摸着我 去去 王草 我斯文败类 给我来碗凉活 小侯爷 小侯爷来我这吃凉粉了 好嘞好嘞 稍等啊 稍等稍等 有多少人想梦回堂上 可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有的福分 老子今天就要亲自感受一下 大堂的生活 小侯爷 小侯爷 您看这附近这么多好吃的 您还需要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买去 吃了 吃点啥呢 吃点啥呢 那就再来一碗凉粉吧 再来一碗凉粉 对对对 好嘞好嘞 吃点啥呢 瞧这洞的 小迪恩 去拿个碳盆过来 是 夫人 来 你搓搓 老爷呢 老爷呢 出去了 说是很久没逛长安的大街 我看是逛得入了迷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吧 夫人 老爷都找不到路了 你还这么沉稳 傻丫头 她堂堂一吼眼 还真弄丢了呀 也是 夫人 老四跟您的性格 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她欺负你了 欺负我倒没有 但是她对工匠可凶了 大家都怕她 工匠啊 那凶就凶吧 来 来了 客官 随便挑点 这个怎么卖的 这个卖不了 全京城市的缺货 这是样品 那预定呢 你们这儿能预定吗 别的东西都好说 就这东西真不好定 收了你的钱 出不了货 那可是杂志的招牌 这么厉害啊 定都领不到 产量啊 得等大作坊投掌 这可都是钱哪 不能耽搁 要不你挑点别的吧 啊 好 我看看 来 登陆 登陆 来 说完就要登陆 来 登陆 你是过还是不过呀 紫豪兄 好久不见 幸会 幸会啊 幸会 幸会你 你 你是 紫豪兄 是张胜 张手艺啊 你原来的邻居 又把我给忘了啊 哎呀 你看我这记性 哎呀 手艺兄啊 好久不见 最近可好啊 还好还好 紫豪兄 有时间吗 到我店铺里坐一会儿 正好小弟有点事想给你搂拌 出什么事了啊 一言难尽呢 走走 走走 咱们啊 紫豪兄 前边就是我的店铺 这是门口的一个小摊 哦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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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贵的 有了 嗯 自从印度炼制遮堂法 传入大堂以来 这白堂的销量 可谓奇货可居 嗯 几个月前 小弟从岭南客商那里 购买了一批白堂 都在这儿呢 本来是想大赚一笔 可谁想到 保存不善 这堂受潮凝结 卖相不佳 眼看着亏损在即 小弟 又把这店铺出售的想法 哎呀 兄弟我不识块经商的材料 还望紫豪兄帮忙给问问 这还能有一些办法 这可是黄金地段 要是在这儿开个花露手转卖店呢 那就大发了 手艺兴莫及嘛 有可能的话 我觉得 呃 如果店铺连同吉亚的白堂 一块出手 肯定很快就有消息了 不 那就太谢谢紫豪兄了 哎 客气什么呢 都是兄弟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嗯 这是个好机会 赶紧回去找老四商 让陈家出面把张胜的店铺盘下 在商业街上要是有个专卖店 利润简直太客观了 客不容缓 秋天就要过去了 潮安的冬天潮湿阴了 日子不好过了 你每天给老四出门忙活 多穿点衣服 我都要过去 原来你们在这儿包着呢 至今 来 看老爷 给你们带什么好玩意儿了 嗯 这儿还有呢 来 你的 谢谢侯爷 你的 你的 都是上好的段子 夫人真是体贴若微 看来从苦至今女人都一样 看见奢侈品就走动道了 男人真是可悲啊 难怪都说女人红颜一笑值千金 幸亏老子如今有点钱 好了好了好了 挺贵的玩意儿 别蹭上鼻涕了啊 本来是个大户人家的姑娘 别弄得跟傻妞似的 拿来 给我温暖 你别抢她了啦 子豪啊子豪 你的脑袋里到底装了 多少奥妙 居然想到用纸擦 就连皇族都没有想到啊 姐夫真有眼光 还像这么好一处店面 是啊 方心斋 这个名字如何 老爷起的 不错 还真是不错 方心斋 花露水 适合 要不要跟夫人商量商量 姐夫定就定了 跟她商量商量 她可是你的亲姐姐呀 这个老四 怎么从她身上丝毫感受不到糖潮女人的味道 分明就是个小白脸 工作狂 难道她也是穿越过来的 夫人 你要困了的话就睡吧 好困烦啊 你们都回去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生了 姐 你困了就睡你的 我跟二女上西湖商量去 扶你一等 这夫君忙 二女也忙 今天你走了 明天她走了 就剩下妾身一个人睡懒觉 改名啊 我还睡 我要让长安城的人都知道 大名鼎鼎的王子豪 娶了个懒婆娘 你可别气我了 就你清闲 我这几天都手忙脚乱 等我忙完了这一阵子 好好陪你啊 咱家现在不短钱用了 这再多的钱也没个盼头 夫君的身子若是忙坏了 妻生和二女的下半辈子 还怎么过呀 这再多的钱 也比不上一个好郎君 不如造纸作坊送给公主吧 咱们不要了 别瞎说 公主就贪咱们给小作坊啊 可你想得出来 既然跟人家合作 就好好地跟人家合作 不赚点银子 也赚点名声啊 妾身就是一时乱说 妇女别往心上去 不过妾身发现 二女这丫头对公主 好像不太上心 公主每次来她都怪怪的 二女小孩子家家的 看生人都这样 瞎想什么呀 那公主一天到晚 往咱府上跑 夫君辛苦学的东西 全让她录走了 合适吗 你放心 你夫君我肚子里边 东西多了去了 就她这个录法 也得录个三五年吧 再想年就明白了 还得个三五年 那岂不得来个八九年 这一个女人家八九年的 今晚咱府上跑 还是个寡妇 她不怕弄出个 非短流长的 怕什么呀 有什么可怕的 这再说了 八九年 怎么也得生点情分出来 她不怕撂不开呀 我想的太多了 阿姨 这回咱商场又得抓紧了 是啊 这下可够咱们忙的了 生产 作坊扩建 还有放心粘要开业 我就看不上我姐的 那副嘴脸 不就嫁个好男人吗 她美得不到自己是什么 不是对你蛮好的 你不应该这样 反而我看不上她 这公主是个俏寡妇 性子好 文采学诗都好 就是生了情分也不奇怪 再说了 她的身份进不到咱家来 其实还不至于顾虑 看吧 夫君紧张的 躺得好好的 怎么就做起来了 没紧张 我躺得累 我坐一会儿歇歇 腰躺 宫主的爸 咱家好像没这样的手术 我想起来 那天我们可能是去山庄的时候 给我擦汗 我擦完之后我就忘了 顺手就揣回来了 夫君啊 自己人什么都好 就是撒不了谎 一问什么都结成了 没撒谎 真的 没撒谎紧张什么 没紧张 夫君自从得了那场病 就彻底转了性子 起初 我还以为是老天爷开了眼 应了妾身许的愿 让我的夫君转了性子 可现在怎么看 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转性子就转性子 人咋还能变呢 妾身就是打个比方 人当然还是原来那个人 不过想来也奇怪 夫君原来 顶多就是个娇生惯养的豪门弟子 读书 写字 顶多做个歪师什么的 也都是个半调子 你说要是府上传下来的 那老太爷当年那么大的能耐 也没能让哪个公主看上 还一天到晚地往他家里跑 这照夫君的话说 学个三五年 录个三五年 那岂不是得从娘胎里就开始学了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还不是都让你气的 该想起来的都想不起来了 不该想起来的都出来 就怪你 没事老往庙里跑 歪门邪道的瞎求啥 那还不好 敢命我再去求 给我的夫君啊 多求个几十年的本事 等下公主来 把这手机要还给你 啊什么啊 什么都瞒着妾身 只怕公主的心理都比妾身清楚吧 这样 不是 你说她公主能知道啥呀 你 这公主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儿搬点知识 搬点学问走 嗯 起初是搬学问 然后就是搬心 这多久搬人就不知道了 哎 哎 夫人 怎么了 啊 该不是着凉了吧 一定是被二女传染了 这天啊 一天比一天凉 再旺的炉子 恐怕也解不了寒呢 这怎么行 我堂堂侯府 怎么可能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夫人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给你解决 瞧夫君说的 这老天爷定下的 夫君还能改天换地不成 哎 这么大点事就别惊动老天爷了 哎 那个 东乡房是不是还空着呢 哎 不是因为夫君当初爷爷不归 妾身无可奈何才搬过去了 见如今夫君爷爷陪伴 妾身才不愿意过去夺守工房呢 哎呀 往事不堪回首啊 夫人就不要再接旧伤疤了 赶明儿我就叫人 赶紧把东乡房给我修个火炕 到时候 今年冬天咱们都搬进去 怎么又去东乡房啊 你不去 我心里有阴影 夫人现在说不去为时尚早了 到时候那火康修好了 你一进去 我就怕你不想出来 到时候 阴影化作阴阳天 这怎么还越来越严重了 要不要我找周大夫给你看看 这打喷底是小事 常言说得好 一想二骂三惦记 最后是有人 在惦记附近肚里的学问呢 哎呦 你就别乱想了好不好 怎么越说越邪乎了 我心里只有你个二女 对公主无非就是个好感 哎小蝶 那个前些日子从老寺那儿拿了好多糖过来 现在秋天了 雨水也多 想必都受潮了 夫人昨天吩咐过了 让你把这些糖做成寿糖 现在赶着用呢 快去弄吧 是 把这篇里边所有的人都 都让他们上那边住去 不要在这边了 哎呀 到时候一堂一位瓶子 小董一条 哎 走 哎呀呀 回来回来回来 你这拿着什么呀 哦 这是白糖 受潮的 夫人说把他进去受糖 受糖 什么是受糖 受糖就是 受糖就是把糖熬化 然后把它倒在 磕着动物的帽子里 倒出来的那个糖啊 就变成小动物的样子了 这个是大户人家过年的时候 上席显摇用的 显摇用啊 这张盛家的糖 放在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 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呢 熬糖 糖浆 糖果 太聪明了 糖 葫芦 糖葫芦是什么 你回头啊 把秦玉送过来的那些红果 都收拾干净了 老爷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啊 你就像那种地的一把虎 我爷已经认识我的起步 哎 你们俩啊 把这堆土坯 一会儿给我到那边 气成长方台 烧干 然后留下孔道 跟烟囱相通 明白吗 你看我一猜你们就不明白 辛苦我早点准备了 来吧 就倒着这个 倒着这个气 笑好眼 这台子得气多辣呀 能气多大 气多大 把这月儿给我气满了 好 保留多大 这么大 这么大吧 这么大 好了 您气吧 我一会儿来检查 气满了 好 二女 您这干吗呢 老爷恢复的 干得好 老四啊 你把这个熬成糖稀 把这个糖 拿什么啊 熬糖稀啊 小蝶 向周月 那我弄那个竹签子 要比 一二串那个签子缠的 把这个都洗干净了是吧 嗯 到时候都穿上 自己愿意穿几个穿几个 好 是 哎呀我唐熙 我来我来我来 来 上上 能放吗 嗯 哎呀呀呀呀 这就是大火炕嘛 干什么用的 我不知道啊 你小蝶说 这上边能睡人 而且能睡好几个呢 何时能烧干 使劲烧吧 烧干了算去 不是 真他娘的热 别顾你自己个儿 你看我这都成什么样了 你跟我拉一碗啊 好 你还别说 咱那个小侯爷呀 那对夫人真是没话说 要星星给星星 要月亮给月亮 整个长安城 有的没的 只要夫人们一句话 小侯爷都是在所不辞 这就是爱情 你这个富门弟子 哪里懂得什么 轻轻哀哀哀 难怪被捉出了少林 干净是那心术不正 我特娘抽你 妈妈妈 出家人 我佛慈悲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好兄弟 好兄弟 告诉我 到底这爱情是什么呢 何有情人 做快乐事 我哪个岔 八个字 我靠你居然多说了啥字 我靠佛祖显灵了 我靠你居然破五了 怎么越来越热 那必须的 一说到爱情 这间屋子都或烧或燎的 连我也遭受难卖 火炕 大火炕 转子 二娘子 火炕烧着了 过火了 差不多了 二女 把红果拿来 水洋 先拿两个 一战 一战 你先拿出去晾晾 给它 冻好了再说 小侯爷 小侯爷 侯爷起火了 起火了 起火了 小侯爷 就在这 你看 这么大烟 我让你们收坑 谁让你们放火呀 我咋知道啊 二娘子呢 二娘子 在里边呢 在里边呢 二娘子 小侯爷 是嘴 还疼有脸叫 赶紧淡水浇火呀 是 愁死我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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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这儿就行了 好嘞 夫人 二女 正了吗 行 放好了就下去吧 把脸赶紧洗了 看着怪难受的 夫君啊 冬天就睡这儿了 这么大 能睡吗 怎么不能睡啊 头发长 尽是短 算了 这个潮带 用头发长短 是分不清男女的 当然能睡了 你睡着就知道了 又暖又舒服 关键身大 给你睡一瓶 夫君 还愣着干啥 赶紧站地方 一会儿没你地儿了 我说她呢 什么意思啊 这床大呀 再睡个三个人 还能翻跟头呢 也不能让她一个小丫头 在外边冻着呀 小侯爷夫人 我去 你睡着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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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睡着睡觉 咋啦 疼 被你放屁了 四月球 走好久 你怎么不进去啊 走走走 小蝶 小侯爷 小侯爷 让秦小侯爷考考手 考考 这烟熏火燎的你还受得了吧 自豪兄 小弟 今日过来特地给您辞行的 后日就要随大军开拔 他赶赴隆佑了 怎么 要从禁军抽掉人马 百姬与墨河联兵入侵新罗 刻日间就失了三十余程 新罗贞德女王撰写了太平诵 亲自刺绣成仙大唐祈求救援 皇上才决定派出援军 真的要打仗 昨日接到的消息 左五位大将军已经动手了 这次抽掉了关内九支府兵 来加强隆佑的兵力 以防吐蕃陈华打劫 自豪兄 小弟要赶快回去收拾东西 就此别过了 等等 四爷兄 兵者 国之兄弟 有些怪不得了 空间 真是 他 有些人 他 要是 这些人 这些人 有些人 都不得了 高丽已经被太宗打残了 如今朝鲜半岛就剩下百计这份意思 对于养息多年的大唐来说 只要拔除这根刺 就能顺利地把朝鲜半岛握在手心 这次百计迎落后联兵入侵新罗 对于皇上来说 正是瞌睡送上热枕头